10月17日导演彭顺 写助演李星杰柳青云 出席电影逃出升天台湾首映会 不过天宫不作美 下起大雨导致首映会匆匆结束 一向宽松打扮世人 引得怀孕传闻不断的李星杰 这次终于穿上高跟鞋和修身的连衣裙 破除怀孕一云 电影拍摄过程中为了效果逼真 导演不断加大现场火事 让李星杰每天都紧张不已 我也没想到说现场真的放那么大的火 因为开始的时候就说是特技的 可是后来导演觉得 现场要放大一点的火 看起来比较真实 所以就火就越放越大 那你每天都是要在那边 克服自己的恐惧这样 导演不断加大火失海的老婆李星杰 拍戏拍得体心吊胆的 不知道回家后导演会不会要跪脱一板呢 不会啦 我是专业演员嘛 反正接了就是要演 今年台湾金马奖颁奖领 在一起影帝的角逐相当激烈 作为上一届金马影帝的刘青云 不知道看好谁拿掌呢 会提名的 一戏我都没看过 我都不知道谁 谁因什么戏 假的 所以我觉得盘 不是应该盘给好朋友 是应该盘给应该拿掌的那个 请不要告诉我的好朋友 和导演的老婆演夫妻 刘青云的压力应该会更大 不过好在戏中亲密戏份少 不然真就是有理说不清了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